不過你要用這個 我建議各位最好能夠 相過他的情況片化的認證 因為這樣子 當你時間到的時候 你有設定跟事件的話 那他會適當提醒 但是你要傳Email也好 還是透過簡訊 那這個目前是免費的 但是他有一天好像時空還是時空的限制 除非你是大忙 換一天我應該不用到時空吧 又不是奪命連環頭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這邊 你點一下日曆 進來之後 您先看這裡右上角 有那個叫做日曆設定 你點進來之後 請到行動設定 你用電話放進來 那你有通過之後 他會先傳一個簡訊源 這裡你可以按一下 傳送驗證吧 好那你這個 有的你就打進去就ok了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 有的時候有知道呢 在這邊 在我們所謂的提醒的地方 欸 這裡 這裡沒有看到 在外面 在外面還會看到 比如說我在這邊有一個活動的話 沒有看到有一個像 埋政門子 埋政門子就是點進 這邊請 這邊請 因為有的人 如果你不是智慧型手機 至少可以用點進進去 對不對 智慧型手機就比較沒差 因為他會直接利用過國的日曆來做 如果你不是製作型手機的 至少這也是一個很不錯的方式 有時候他出門有些重要資訊忘記的 那就把他試在看你要什麼時間之前 就讓他提醒你這樣子 那麼我們再往下看 你如果先把這個事好 首先第一個日曆 日曆事實上可以怎樣 分很多不同的日曆 因為像我剛剛講的 比如說我上課的資訊 那我私人的工作 而是私人的活動 那我可以把 不要說全部的活動通通 寫在同一個資訊裡面 那麼日曆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你可以跟你的服務 比如說假設你們同學是分組的 那我這一組同學有多少時間不大容易 那我就把每個人的日曆 我們都共享出來 就可以找到大家共同的時間 所以你可以看看在這邊 你看我這邊很多日曆 對不對 像我的課堂的部分 我就是有公開的 我公開你這個部分 沒有剛才看到過我在哪裡 你可以選擇設定就是 有沒有在忙 路或有空就好了 所以大家只會看到說 甚至是馬路 有沒有看到 這樣瞭解 你可以像這樣的 比如說你只是要公開 可是我可以 就是用有沒有忙碌 事實上現在有些學校 他們學校形式也敢用Google 因為就比較方便 大家可以共同維護 比如說你有什麼事情 學校共同的形式以外 有些什麼事我又加進來 但還蠻方便的 如果你的行事曆 你從這邊我的日曆 前面就要建立新的 它內建是一個 如果你建立一個新的 比如說你看我這裡 我直接要設定就好了 一樣設定可以選顏色 當然比較 前面看的就要共用 你們就點一個共用 那麼 在這邊 如果你要公開 勾起來 那因為我只選擇我的忙碌 如果你說這個 那你呢 進到那邊自己什麼內容 大家都看得到 好 這個是一個方法 那 您看到這邊 像我這邊 比如說我自己的 我都再加下來 是不是又越來越亂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我要看哪一個 我就 挑那個牌場 讓我就比較興趣 所以你這樣我就知道 有10月跟11月比較滿 哈哈 好像那麼可 所以就像這樣 您就可以很輕鬆的看到 那麼另外呢 這裡有幾個是算特殊月曆 什麼叫特殊月曆 什麼叫特殊月曆 有沒有 其他月曆 因為台灣是有台灣的假日 對不對 你現在各位進來 是不是都是空空的 那有時候我們在台式行的時候 要跳過那個 對不對 不然10月10號是禮拜一的 對不對 剛剛那個國慶日啊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加進來 你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 新增 你也可以從這邊新增朋友來 好 那 像這個去月日曆 這個地方 有沒有 如果 你可以把這個地方加進來 遲一長假不能過去 這個人很多啊 人家都要回來啦 那所以 不理他很多 有沒有 我就是把台灣的加進來 那您了解 其實它有點類似圖廠的概念 那當然如果你要新增自己的 就可以自己放進來 只好顏色之後就好了 那我們現在來看 你現在會 跟第二個 有沒有 多數日曆的對不對 那你再搭票 剛剛那個就好了 剛剛那個 假設我在今天 在明天 好 這一天 如果有一個活動 那你可以選擇你是哪一個活動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自己的呢還是 錢的 那我這邊編集一下 你可以看到這個 如果不是整篇的 就自己選擇 要不要重複 就看怎麼重複 好 是不是 好 那你可以按這邊 新增提醒 就可以在這裡 有沒有 你可以叫他寄郵件給你 目前主要這三種 主要這三種 那你如果是用產點訊 你可以選擇說 幾分鐘或幾天之前 對不對 提醒你一下 好 這樣就比較方便 大概是像這樣子 有沒有問題 沒有嗎 那你如果是用產點訊 你可以選擇說 幾分鐘或幾天之前 在這邊 我們日曆的設定裡面 你看我這裡 日曆的設定裡面 這裡有一個通知 有沒有 通知 你可以告訴我 我只要去新增 我就不用每次都去新增 這樣 沒有問題吧 好 這些 這小地方 就是說 這樣對我來講 就比較方便一點 那麼萬一你有充足的話 怎麼辦 比如說 你會發現 我是不是有一些小點點 有沒有 這個就是我課程 有 時間有 特殊的 還是說有通膚的 我會用一個顏色表示 但是我再看一下 比如說我在這邊 點一下 這裡 有沒有發現 我原本的活動是這個顏色 但是呢 因為有通膚 所以我稍微給大家照鏡一下 但有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會比較清楚 會比較清楚 會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這個 給大家簡單參考一下 我把畫面傳給你 最重要的是 你剛剛我們有一個 那個通知那一個 你預設紙 你就把它設好 用那個 簡訊通知你 這樣可能會比較方便 你就不用說 我每次都這樣 都自己再增加一個 在我的日曆那邊 我的日曆 還有一個小功能 叫做 復健 因為有時候你這個活動 可能有個復健 對不對 你可以把這個功能來 因為預設它是沒有拍的 因為它也是屬於什麼 研究室的功能 你說這邊沒有 你就到設計裡面來 因為其實研究室的話 事實上 它這邊就比較少 但是 這樣的話 可能有些時候 你有一些 東西 有些行程 你需要 增加的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那我就把我的 這裡 有沒有看到 新增附件 點一下 那當然它可以跟Google的這個 Google文件結合 有沒有 你可以從文件上直接找 也可以自己上傳 也可以自己上傳 這樣會比較方便 那麼再來就是 所以我們在這邊 如果說 比如說你安排這個行程 那讓你有變 好 假設我是重複性的 沒有問題 那 要變你就這樣拖一下 好了 那小姐 很簡單 非常簡單 那讓你這一天有特別不一樣 假設你有改變了 假設我從這邊變這樣 當有存檔的時候 如果你是連續的 如果是連續的 那它可以就是 問你說 就是其他的要進來 那我剛剛比如說我做錯了 趕快速圓 上面還可以來得及 所以 原則上我的閱歷大概會這樣做 大概會這樣做 所以就相對比較簡單 那最後還有一個就是 這裡有一個要自訂檢視的 我不知道平常大家的螢幕是多大的 你們家的螢幕是大概多大的 像我自己工作上 PG的我這樣24吋 沒有眼睛沒有眼睛 但是如果你說Malboca 用這個平板亮 甚至用這個Android 手機的那麼小一個 那麼你在檢視的時候 進來預測應該是在月板 對不對 這樣是會覺得好像很緊 所以做一個就是要兩周 因為兩周的時候 如果在比較小的螢幕 我在看的時候就很方便 那這個部分在哪裡設定 也是在這個地方 日曆設定裡面 因為它有比較自訂 預測的自訂檢視好像是一周 一周的樣子 可是我覺得那個好像還不是很OK 我可能要兩周會比較方便一點 所以四天 我知道 預測好像四天 所以你這個可以稍微簡單調整一下 那這樣的話你在看的時候 可能如果把其他的這個行程打開 我可能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空間比較 因為用天的好像也沒那麼多事情 不用看那麼細 用月又覺得好像太緊 所以這個是再稍微補充一下 給大家